滔天洪水涌了过来 把房子团团围住 可男人一点都不害怕 还站在里面欣赏起了美景 看鱼儿游来游去 因为他知道 无论洪水多大 肯定没不了窗户 只要点了赞和关注 你也能躲过洪水 就在刚刚 冰山融化 海水上涨 淹没了附近的村庄 不过男人早有准备 用强力胶把门窗封死 所有通风口全部堵住 一点缝隙都没落下 用胶带粘住窗户 再喷上强力胶 随后站在屋里 等待洪水来临 他在里面住了整整一个月 地板依旧非常干燥 等洪水退去 只要抓住胶带轻轻一撕 很容易就能撕下来 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为了测试强力胶性能 男人拿起电锯 将木桶戳了个大洞 水就哗哗地往外流 随后把强力胶往上一抹 窟窿立马被堵上了 而他的威力不止这些 铁皮破裂 大量水喷射而出 不要着急 只需一块强力胶带 缝隙立马堵住 大坝决堤 破了个口子 这可怎么办 只要抹点强力胶 大洞就被堵上了 瞭望他被海水冲断 也不要害怕 抓住上半部分后 在断裂处抹上一圈强力胶 然后用力对上去 就能稳如磐石 比没断之前还要牢固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小花手上涨了瓶胶水 它能粘住任何东西 无论是破碎的盘子 还是开线的包包 都能通通搞定 就在刚刚 小帅正悠闲地泡着澡 突然手指被蜥蜴咬了下 顿时头晕目眩 再次醒来后 手上就多了瓶胶水 这是怎么回事 正在这时 传来一阵破碎声 原来盘子打碎了 上面还有母子的合照 只见小帅伸出手指 把胶水挤到裂缝处 一道金光闪过 盘子就恢复如初 只要点了赞和关注 你也会拥有超能力 随后他就多了份副业 破碎的东西 通通都能粘好 不仅如此 他还能抓小偷 制服坏人 甚至还把溺水的大象拽了上来 因此媒体纷纷报道 他频频登上热搜 人人都想拥有金手指 可这天 沾眼镜时 突然发现胶水没了 怎么挤都挤不出来 难道是没点赞和关注 超能力失效了 正在这时 传来刹车声 一个大胡子 喝着番茄汁走了过来 原来他是超人联盟会长 特意邀请小帅加入 可他没了超能力 小伙说不用担心 再买一瓶就行了 而且要多少有多少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老师一转身 甩出粉笔 男孩眼睛一瞪 粉笔擦着耳朵飞了过去 可老师没打算放过他 一蹦三米高 又扔出十一只粉笔 其他同学可就倒了霉 不过小帅一点事都没有 老师掀开桌子 脚用力一踩 粉笔就飞了出去 还是没打中 他坐到地上 启动开关 钻出一台机器 瞄准小帅后 射出一只粉笔 却被他轻松夹住 老师非常生气 伸出双手 开启了变身模式 吓得同学们钻到桌子底下 眨眼间他就变成一只粉笔 快速冲了过来 却被小帅轻松接住 就在刚刚上课时 小帅跟后桌说话 被老师发现 这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他之所以这么厉害 因为经常喝牛奶 提高了注意力 能准确看清物体的移动轨迹 哪怕几千颗粉笔来袭 也都能被他轻松挡住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短片到底是粉笔广告 还是牛奶广告呢 这么神奇的牛奶 你想不想来一瓶呢 男人被分成两半 下半身从床上走下来后 拿着自己的行李 居然离家出走了 因为他是个宅男 整天就知道吃炸鸡喝啤酒 下半身对他越来越不满 因为他喜欢运动 更喜欢追着妹子跑 每天晚上都去酒吧 happy一下 无聊的时候就会去压马路 可时间一长 男人觉得非常孤单 他非常想念下半身 于是把旁边的裤子拿过来 放到身下 用来安慰自己 不过作用越来越小 于是两人来到精神病医院 想让医生救救自己 他想拥有一个完整的身体 可两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 根本不可能重归于好 这天下半身来到酒吧跳舞时 遇到一个火辣的妹子 两人配合得非常好 甚至给女孩买了冰激凌 不过当他表白时 被女孩无情地拒绝了 而这一幕恰好被上半身看到 他决定改变自己 花八分钱买了本《武林秘籍》 每天练99个俯卧称和66个哑铃 这天他又看到了女孩 勇敢地前去表白 却被他男友一顿嫌弃 没想到上半身直接命中要害 女孩非常吃惊 从此之后 两人开始正式约会 一起去沙滩晒太阳 一起骑自行车 一起喝奶茶 而这一切都被下半身看在眼里 可他们除了动嘴皮子之外 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这天上半身正在看书 突然下半身拿着行李回到家中 男人也因此获得了爱情 那么问题来了 你喜欢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呢 男人为了多睡会儿觉 竟然从楼梯上滑了下去 等管家开门后 他才钻了出来 随后在马路上不停地翻滚 冷躺着绝对不会站起来 下台阶时直接往下滑 坐地铁时 哪怕有座位也要躺在地上 只因下车方便 幸好去公司都是下坡路 人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 走累的话 就喝一口会员果汁 解解渴 下班前终于来到公司 打完卡后 也不着急上班 先点一杯咖啡压压惊 工作时直接趴在桌子上 可小手随便按了几下 就轻松赚了两百万 跟客户谈项目时 手随便一点 就达成了合作 在超市买了合饼干后 就来到酒吧 别人都在蹦迪 只有他在摇头 不过很快就俘获了一群小迷妹 第二天从床上滑了下来 最难的是穿裤子 必须倒立才行 随后趴到洗脸池上刷牙 戴上墨镜后 开始第二天的工作 他之所以这么懒 还是遗传基因好 老爸坐着坐着 突然倒在地上 在地毯上一点点往前挪 遇到同事后 他一点都不觉得尴尬 过个马路最少要一个小时 只有遇到紧急情况 他才能爬快点 那么问题来了 你遇到过懒人吗 他们最后都过得怎么样呢 男人鼻子里长了个台球 医生左瞧瞧右看看 还用手指按了按 可怎么都弄不出来 这可怎么办呢 看了半天后 还没想到办法 看来得用工具了 工具五花八门 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最终选了一把镊子 想把台球夹出来 可台球太大 镊子打开半径太小 根本夹不住台球 气得医生嘟起了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刚刚几个小伙 正在玩台球 帅哥马上要一杆定乾坤 正在这时 台球下钻出一个脑袋 还不停地呲牙咧嘴 吸引帅哥的注意力 帅哥看到这么猥琐的表情 非常生气 猥琐男还在卖力地表演 突然帅哥一用力 球就钻进了鼻子里 可怎么弄出来成了问题 医生用勺子试了试 可翘了半天 根本翘不动 又换了把剪刀 这可把男人吓坏了 不过剪刀太小 球又非常硬 根本剪不动 正在这时 上面伸来个东西 抬头望去 是一根球杆 男人一用力 球就掉了下来 上面还沾了一大坨鼻屎 人们也不嫌脏 又愉快地玩了起来 男人越来越胖 光芒一闪 就变成一张大嘴 一蹦一跳地向前跑去 看到拉面馆后 哭吃就是一口 这还没完 又把路边的啤酒 垃圾桶吃了进去 连小推车也没放过 桌椅板凳更是来者不惧 一下造了个精光 锁过之处 寸草不生 正在这时 佛伯勒及时赶到 他一扭头 张开大嘴 把昨天剩的饭都吐了出来 随后有更多佛伯勒赶到 吓得他转身就跑 没想到他的目标 是这辆小汽车 张开大嘴 咬住汽车后一抬头 把汽车竖了起来 然后嘴一张 就进去一半 紧接着框框两口 就吃了进去 那叫一个香 可他还没吃饱 又张开了大嘴 小帅拿出金箍棒 放到嘴里后迅速变长 无论大嘴怎么用力 都甩不掉 半天过后 他放弃了挣扎 不过还浪浪着好饿 小帅拿出两个大号巧克力 全部扔到大嘴口中 可他高兴没两秒 就晃晃悠悠 扑吃一下摔到地上 原来巧克力中加了安眠药 随后他就被关了起来 原来大嘴是个外星人 而且胃口极大 怎么都吃不饱 就连母星都被他吃光了 刚跑到地球上 就被抓了起来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大嘴跟饕铁比 他俩谁更能吃呢 台灯越来越亮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下一秒就发生了爆炸 还烂起了熊熊大火 他想用502胶水 把灯泡沾起来 可试了半天 还是没拼好 于是贴了个寻人启事 没过多久 门铃响起 他赶紧跑了出去 在地上看见个灯泡 这年头好人真多 可刚打算换上灯泡时 门铃又响了 打开门后又看见一个 紧接着是第二个 第三个 足足收到七个灯泡 可他有选择恐惧症 该用哪个好呢 那就来个灯泡大测瓶 在地上画道红线 放上灯泡 随着一声哨响 他们快速向前冲去 这个跑到外面的 就被淘汰了 随后把相同重量的书 放到上面 看谁坚持的时间更长 这个碎掉的灯泡 直接淘汰 接下来把水倒进箱子里 灯泡站在跳台上 进行跳水比赛 第一个灯泡完好无缺 第二个灯泡也非常完美 可第三个跳水时 砸到箱子边缘 破了个洞 就沉入水底了 现在就是一决雌雄的时候 把他们放到圆圈里 进行碰撞比赛 看谁的力气大 经过激烈角逐 白色灯泡技高一筹 取得了胜利 随后他就被安到灯架上 果然不负众望 非常完美 看来无论是什么 笑到最后的肯定差不了 不负众望